韩国财阀的世界到底有多病态 这个财阀家后妈只因心情不美丽了 想听点悲伤的音乐 配手中的红酒 竟然就让韩国首席小提琴家 光脚站在冰面拉起了 贝多芬交响曲 还美其名约 这样才能让他更好地体会到贝多芬当时的心情 看到这 小猪都想钻进屏幕 给他一大耳光 你咋不去地下陪贝多芬呢 更让人无语的是 这个演奏家也是个没骨气的 明明是曾经和朗朗其名 被誉为亚洲最有天赋的音乐家 却为了区区五千万 就带着生理期的身体 真的站在冰上演奏了起来 看着演奏家这生不如死的演奏 后妈这下舒坦了 可就在她又一次 享受着金钱赋予她的高贵感时 大小姐忽然回来了 看着后妈这病态的举动 大小姐及时制止了演奏 演奏家这才忍着剧烈的姨妈痛 从冰块里抽出了带血的双脚 可就是这么惨了 这个变态的后妈 不仅没有一丝内疚 反而以演奏家为约为由 赖掉所有费用 甚至还大言不惭的 嘲讽大小姐 不懂这种高雅艺术 听到这个大小姐 彻底的怒了 她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能把这样非人的虐待 说成高雅艺术 气愤的她直接揭开了 这个无耻女人的老底 原来 现在这个呼风唤雨的财阀后妈 早年间 仅仅只是一个医院的扫地工 可不知道她用了什么魔法 竟然在她父亲住院期间 成了贴身护士 甚至悄无声息的 在短短几年内 生了两个男孩 并且拿着这两个家族 唯一的男兵 威胁逼迫她父亲 断绝和她母亲的关系 就这样 她的母亲那个真正的原配 就这么被无情赶走了 最终还莫名地死在了外面 而这个变态的女人 反而成为了 这个韩国顶级家族里的 真烦娘娘 也正是同志态势 这个财阀家族 正是进入了变态时代 成为了韩国口中的温神家族